大家好,我是白哥 本次我们将要来讨论中植的大洋炮时代 在去年中植宣布要换球之后 各球队的长打能力其实都下降了不少 最明显的是 2020年中植球的全雷打王是林安可 他敲出了32支全雷打 去年的全雷打王则是朱玉贤 但他的全雷打之数 朱朱比林安可少了10支 只有打出22红 所以去年季末除了乐天以外的4支球队 都宣布要寻找洋炮 那这边我必须说 其实乐天真的是最不需要找洋炮的 他们的打线摆出来 其实比其他队真的强了不少 虽然目前主力打者的状况还是有点低迷 但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他们会慢慢找回手感 我们主要还是要来聊 这个其他4队补进的这几位洋将 首先统一补进罗萨 兄弟补进弗莱喜 富邦补进巴蒂士 卫拳则是使用了双洋炮 分别补进了龙德利还有泰龙 但就在今年开季一个月后 其实这几位洋将都没有打出球队的期待 现在还待在异军的 只剩下富邦的霸帝士 还有卫拳的龙德利 而这几位洋将当中 我们先从opsplus最高的罗萨开始养起 首先罗萨的确是 绞出了洋将当中最好的表现 而且他带来的休息室戏分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全队不少球员都跟他有很好的互动 甚至他的武技也符合统一的需求 整个看起来就是一个还不错的球员 但不知道是不是统一 妙宇记一半的不够虔诚 今年统一真的是被伤病缠身 首先三鬼先倒了两鬼 按照丙总说法来说 他队伍现在只能下一张梅花二的承接线 不过梅花二现在打出四成打击率 而且晋级一场的状况真的是好到不行 看来他是不甘心只当梅花二 好我已经把话题扯远了 我们把话题拉回来 原本期待可以加入的杨炮罗萨呢 他却又在四月头的时候 因为比赛跑蕾受伤 上次的出赛真的已经可以追溯到这个四月八号了 现在又传出因为家里有事 所以申请离台 虽然统一方面是说他六月初左右就会回来 但依照这几年洋将回家的说法来看 我认为他可能是不太会回来的 目前统一的三洋头其实还算OK啦 但他们原本就是期待罗萨可以顶上一蕾的位置啊 结果现在人去楼空 一蕾最后还是只能请回大学长镇住了 不过罗萨在打击方面的表现其实我蛮给予肯定的 虽然他只出赛了四场 还没有遇到这个当时宣布已经抓到他弱点的中信兄弟 无法确认柱总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现了什么 但就目前出赛的比赛来说 他常常有安打 相对其他洋将来说其实还不错啦 目前只希望他可以说到做到 六月初可以看到他再回来先祭 再来是中信兄弟的弗莱喜 弗莱喜的话其实我觉得他蛮可怜 因为中信其实也算是蛮缺羊炮的球队 但他们去年却一样也不进了羊炮 我当时对这个操作很意外 但有人指出有可能是为了跟羊头搭配 而且或者是说要加强这个捕手的打击火力 但现在很明显就是中信完全没有弗莱喜的空间啊 只能先让他待在二军 但这主要还是因为中信拥有全联盟最强的三羊头 像魔力 德宝拉还有泰迪 现在目前像魔力跟德宝拉分别占据防御率榜的前两名 虽然有时候泰迪会爆一场强一场 不过他整体的防御还是压在三以下 而且他们目前又补进了这个核治潜水艇木田核酒 这其实对于弗莱喜来说我想是一大危机啦 不过我们回来看弗莱喜的打击表现 其实他也是有打出当时所希望要有的打击火力 虽然他的打击数比较少 但他还是打出了123的OPS Plus 只可惜中信真的是比较需要羊头 弗莱喜离开中止真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双羊炮的卫拳 当初卫拳请双羊炮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操作 因为卫拳去年平均每场得分只有大概3.33分 是全联盟最少的 所以补羊炮来增加火力是一个很OK的做法 因为他们补强的部分呢是最需要火力的角落内衣 还有让刘基隆跟南模一样不需要扛太大的战绩压力 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养成 不过我想不到是今年南模一样手感这么热 直接打出OPS Plus 155.9的成绩 站稳了一垒的位置 再加上他们寂寞的时候签下大师兄灵自身 大师兄灵自身在加入魏拳龙之后呢 马上成为了中职拳雷大王 而且他目前的OPS Plus 156.6 也是全队最高 单纲队伍中DH的角色我想是刚刚好 所以羊炮的位置其实就受到了限缩 再加上其实他们本身也没有打出应有的成绩 首先我们来讲这个第一个身上异军的太龙 太龙让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甩棒一雷安打 我在资讯卡上面附上了这个VR的连结 大家可以看完我的影片之后再转过去复习那个最远的一雷安打 他曾经在2019年单季敲出41支全雷打 打破了大西洋联盟的全雷打记录 去年一整年呢基本上就是待在日本独立联盟 但这两个联盟其实都没有很知名啦 不过他能单季打出41轰 其实也让许多球迷都还蛮有信心的 但目前看起来太龙就是没有打出身价啊 因为按照他的打击表现来看 他其实就是一个高长打率还有高三振率的球员 也就白话的来说就是个盲炮啦 最明显的就是他的挥空率竟然高达了50% 感觉上就是一个高级的电风扇 他上场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那个球场都凉了起来 前几年弹地球时代其实中止也出现了不少这类型的球员 但在换球之后其实打者方面的要求就是 请他们要更准确的去击球 但有明显的是太龙做不到啊 所以他目前被下方二军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 至于另外一位龙德利目前还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因为主要是他样本数还不多 上礼拜卫权因为疫情年赛了一个礼拜 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龙德利的实力 我们这礼拜可以来继续追踪 最后我们来讲大家最期待的富邦汉将 富邦汉将去年则是签下了霸蒂斯 霸蒂斯带着日子连两年20红的成绩加盟富邦汉将 在去年季末的时候被视为富邦汉将最大的季末补强 而且还攻占了不少天的版面哦 不过这开机之后他却是问题最多的那个人 首先他虽然获得了羊将最多的打击数 但这其中他吞下了16次山震 同样也是羊将最多 而他的被山震率高达34% 这也代表他每三个打击呢 就会被山震一次 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山震对于球队进攻来说 是最没有效率的结果 所以身为球队主力的羊将 吞下这么多次山震 老实讲是有点不可可 再来更惨的是什么 他的防守上面还出了很大的问题 他曾经在主外也露接过一个很基本的飞球 那个飞球呢 一样我会找到网址放在资讯卡上面 大家可以再去回味一下 那个飞球真的是很不应该 但如果把他调回到内野就是去镇守一蕾的话 富邦和将其实有0异拳可以在一蕾防守 当然有些会说神拳已经退化了 但老实讲神拳今年的ops plus 92 也都比霸帝4还高啊 那你要让这两位同时都在小场上先发的话 霸帝4跟异拳可能就要去轮流打一蕾还有DH的位置 但目前看起来这个富邦更倾向在DH上面使用讲炮讲之前 其实现在对于富邦来说难题就是霸帝4不好用啊 外野手背已经没有办法了虽然还可以待在一蕾 但打击内容也不是一个角落内野该打出的成绩啊 目前的好处就是现在富邦的上半季看起来是无望了 如果他们真的有打算跟霸帝4相处一整年的话 就要铁了心让他稳定出赛 至少整个上半季让他练练手嘛 减少一些无畏的升降 能够让大帝4可以在获得大量的打击数之后赶紧复活 总而言之我认为在换球之后 各队想要寻找强力的羊炮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寻找羊炮这件事情就像投资理财一样 在他还没上场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买的是一张机优 还是他会一路的跌到骨子 好啦这次的分享就到这了 这是白哥第一次分享中止的事情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喜不喜欢这样的内容 那最后也是请大家看完影片之后 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